心肌 心肌容易有心肌梗塞嗎 它可能是心臟病 不一定是心肌梗塞 咳嗽 壓胸可以自救嗎 可以一試啦 但是那個大概 也不會是很大的萬年痰 第一個你還是趕快進去 吃R-S-P-0可以預防心肌梗塞嗎 我們在預防心臟血管疾病的時候 我們用的是低劑量的R-S-P-0 心肌梗塞讓人措手不及 留心生死瞬間 電影海角7號的主角茂伯 以及藝人榮祥 都是因為心肌梗塞致命 如何預防生死瞬間的危機呢 現場邀請到三位來賓 跟我們一起討論心肌梗塞這個話題 就到了心肌梗塞 好發的季節 特別是冬天寒流的時候 那我們今天來探討一下這個主題 我們知道我們的心臟血管 都躲在我們的身體裡面 其實平常不容易看得到它 所以建議大家能夠從天然的食材裡面 來獲取一些營養素可以保護它 我還那麼年輕 我又不抽菸不喝酒 有可能心肌梗塞嗎 相信很多年輕人 尤其是看到那個報紙上就寫說 什麼二十幾歲三十出頭 就因為心肌梗塞奪命 大家都講說心肌梗塞沒有症狀 如果說平常有些人常常聽到 他說會心記 這個你也會心記 就是啊 像我早上起床的時候就會覺得心記 我就想說是不是今天不適合出門 還是什麼之類的 那個心記的感覺是怎麼樣 就覺得在緊張什麼 他一直跳這樣子 對 就是緊張 就好像因為我就是心記 所以我不太喝咖啡 就好像你喝完咖啡之後那種感覺 就是不知道在緊張什麼這樣子 就是一直蹦蹦跳 然後你可以感覺得到 對 那在問劉醫師這個問題之前 這樣算嗎 對啊 我們想先問什麼是心記 心記是我要跳得快跳得慢 還是跳得不規則 還是說我只要感覺心臟有跳動 就算是心記 所謂的心記就是說 你可以自己可以感覺到自己的心跳 心臟在跳動 這個就叫心記 就是自我自覺的一個症狀 平常我們是沒有感覺 平常一般人你是沒有辦法去感應到 除非你運動 除非你運動 運動的時候 然後心臟跳跳跳跳跳得很快的時候 這個時候你才會感覺到 或者是說你突然間非常的緊張的時候 那我們講說小路後空中 這個是有可能 看到心愛的人的時候 對 但是如果說一般在休息狀態 靜止狀態之下的話 一般人是沒有辦法去感覺到你的心跳 但是心記它可能是心臟病 那心臟病有很多種的一種徵兆 但是它不一定是心肌更散 譬如說像剛剛子璇 剛剛提到的 他多半像他這種比較年輕型瘦高的美女的話 那基本上那個屬於二肩半脫垂的可能性比較高 二肩半脫垂 對 所以其實不算是心肌梗塞 不用這麼的擔心 對 對 對 一般 特別是女性 一般來說 年輕女性 除非有強烈的家族史 就是說你的父母親 主婦主婦有 對 有這種病史的話 要不然你要得到心肌梗塞 在你停經之前的話 機率都是偏低的 因為有女性克爾蒙的保護對不對 是 網路的謠言爸爸救 我們來看今天的Miss Q 聽說咳嗽壓胸可以自救 這是真的嗎 劉醫師 真真假假 為什麼 因為其實如果是心率不整 譬如說我們比較常見的那種 喪心是心勃過疏 這種心率不整 你做一些咳嗽壓胸的動作 它確實是可以緩解 就等於是說 您說心率不整過疏 它亂跳跳得很快 對 有時候你做這樣的 但是也不是絕對 大概有三分之一的機會 它可以真的把它變成是 正常的一個心勃 但是如果你說心肌梗塞 那它也沒有什麼心率不整的 現象發生 你說光靠咳嗽的話 它只要是心不通 所以如果說心不通 我想問詩愛營養師 妳自己平常 妳會有感覺到 心肌嗎 對啊 或者是在亂跳嗎 或是 其實我也會啦 但是因為我本身的問題 並不是心臟的問題 我是因為假狀腺的問題 那因為我是假狀腺 就是比較肥大 之後有時候 就是在邊緣的 對 抗徑這一塊這樣子 所以就會有時候 就會心肌不舒服 那這時候妳怎麼辦 這時候 妳一個人的時候怎麼辦 其實我們這個是 還好比較安全的範圍 所以其實就是吃個藥之後 就是腳狀腺的藥拿來吃一下 緩解一下就好 所以我們跟那種心肌梗塞 是不一樣的 那如果提到啊 就是我心肌梗塞 或者是說我心率不整亂跳 因為有時候心臟病 原因好多 我自己一個人的時候啊 如果說壓胸咳嗽後 只有三分之一 對心率過速才有效 那我自己一個人的時候 該怎麼辦 我捶自己嗎 還是對 我應該怎麼自救 假設妳真的 在含有意識狀態之前 當然妳說妳要去捶自己 這個是可以一試 但是那個大概 也不會是很大的萬鈴丹 第一個妳還是趕快呼救 不管是手機或者是旁邊的人的話 就直接呼救 那還有就是長期服用阿斯匹林 可以預防心肌梗塞 這是真的嗎劉醫師 這是真的 這是真的 好多人都在服用這個阿斯匹林 它的主要作用是什麼 阿斯匹林它其實是一種 抗血小版的藥劑 這是它其中之一 機轉 但是一般人可能對阿斯匹林的認知 是認為說它是一種 陣痛解熱劑 那一般人像感冒 或者是你頭痛的時候 你可以看得到 特別是老外 他們常常就一杯水 然後發泡進去就喝了 那這種是拿來陣痛解熱 但是陣痛解熱的阿斯匹林 它基本上它是要500毫克 而且一天可能要吃 三到四次 因為它大概四到六個小時 它的藥效就沒了 但是我們在預防 心臟血管疾病的時候 我們用的是低劑量的阿斯匹林 大概差不多80到100毫克 現在在國內一般 開廚方的話 大概都是100毫克 而且一天只要一次 也就是說 用低劑量的阿斯匹林 那對一些 不只是心血管疾病 如果有心血管疾病的話 那當然一定要服用了 甚至於有時候 我們會拿來做預防 比如說它已經有 兩個以上的心血管疾病的 危險因子 危險因子 那也可以就是開始每天 來做預防性服用 那基本上就是 基準就是讓它去 抗血小板的因子 那醫師它 比較不容易形成血栓 所以剛剛劉醫師 講到一個重點 就是危險因子 兩個以上 我們到底心臟疾病的 危險因子有哪一些 大概是這樣 最常見的三高 三高 有高血壓 那有糖尿病 甚至於高血糖也算了 還沒有到達糖尿病的高血糖 也算 高血脂 就是糖固醇 或三種肝酸是過高 然後抽菸 然後體重過重 肥胖 然後或者是 極少運動 那男性呢 大概45歲以上 女性大概55歲以上 特別是女性如果停經完 這個也算 是一個危險因子 還有當然就是家族食 大概是這些 然後兩個以上就算 有一些人 他就是把阿斯批林 當作預防保健的這個藥物 就是擔心說 你有心血管疾病 可是剛剛劉醫師有提到 它是一個抗血小板的藥物 我這樣我會不會造成 我跌倒了之後 我就會傷口血流不止 對 因為它本身是一個 抗血小板的藥物 所以當然它還是有 它出血的風險 雖然那個機率是不高 那一般來講的話 我們還是建議 有高危險群的人才用 然後不需要說 我一點危險一直都沒有 然後我很年輕 然後沒事就拿個阿斯批林來吃 因為阿斯批林還是有它的副作用 譬如說它還是會 常常會有腸胃的一些副作用 有時候它會造成 胃潰瘍或舌子腸潰瘍 那 當然低劑量是還好 那高劑量的話 有時候還是會造成生長的一些不改 那再來就是說 服用阿斯批林之前一定要確認 自己有沒有一些 雪小板的一些 譬如說雪小板的數量 譬如說雪小板就已經偏低了 你還去吃雪小板抑制劑 這不行 或者是功能有沒有異常 那另外啊 藥物的使用非常重要 可是有一些人就會對於食物 它可能就沒有這麼的在意 它想說隨便吃 網路上有看到一個 他們就提到說 吃黑木耳可以預防心肌梗塞 吃來一樣是這是真的嗎 其實這個是應該說 不管是黑木耳或者是 我們坊間所聽到的 比如說麥片 這些其實它主要都是因為 裡面含有豐富的水溶性纖維 那這個水溶性纖維來講的話 就是會把我們膽固醇給下降 然後把我們血管當中 膽固醇量給下降了 那除了這個之外的話 比如說像維他命C 也是一個很好的 保護心臟血管的食材 因為它可以預防我們 剛剛我們醫生有講到 可能自由基的產生 會傷害我們的血管 那維他命C 它就是一個很好的保護因子 那另外的話就是一些植化素 植化素它存在各種顏色的食物裡面 各種顏色的食物 其實它們都有 預防心臟血管的一個效果 比如說像我們知道檸檬 檸檬它除了維他命C 它還有一個檸檬苦素 那這個檸檬苦素它可以降低 我們血管裡面的膽固醇量 那另外還有比如說像芹菜 芹菜裡面有芹菜素 或者是柑橘類裡面的柚素 這些都可以降低我們心血管疾病的罹患率 所以我們建議民眾就是 食物種類要越多越好 你可以吃到各種的抗自由基的東西 又可以吃到這些植化素 其實都可以幫助我們保護心臟血管 那另外就是甚至於我是比較少數 就是主張說如果真的蔬果在攝取之處 還可以適當的攝取一些所謂的營養補充品 雖然有很多醫師我知道它並不是非常的認同 但是這是說我們的生活型態上 如果你沒有辦法攝取那麼多的大量的蔬果 那你當然是可以拿來做一些補充品 夏天就是因為譬如說急酷熱的時候 那你當然會流汗 那流汗你如果是沒有喝水的習慣 那我們的血流量裡面的水分減少 它就會變成粘稠 也就是說我們講的會的人 那這種粘稠的狀態之下 它就容易產生血衰